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航 今天呢就到了我們的開箱時刻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就是這個TP-LINK的AX10000E 這一款是一個非常旗艦級的路由器 那我們今天就來為各位開箱一下 好 首先先把這個盒子給打開來 這個路由器非常大一個 看到它這個外觀我覺得非常煞氣 然後呢就給它買下來了 它什麼這裏油太浮誇是嗎 好啦我們現在就把它直接打開看一下這裏面 打開一層之後還有一層再把它打開來 首先第一個是變壓器 然後再來它附的網路線 再來是機身的本體 還有電源線以及說明書 說明書的部分應該就用不到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八支天線 全部都擺在這個地方 仔細看了一下它這個天線 我怎麼覺得它產地是來自獨立的村啊 好啦我們現在先把它一個一個組裝上去吧 那它這個天線組裝方式呢非常簡單 就是直接扣在它預留的孔位上面 這邊的天線孔它都是已經做好的 所以就一個一個把它裝上去就行 它的設計與會呢 主要就是have it all 也就是說 全部沒錯 目前路由器的尖端科技 都在這一台機器上面 等一下呢就為各位好好的來介紹一下 八支天線 我這買了飛碟是吧 這怎麼回事 這也 這個 這個路由器看起來相當的浮誇 非常的浮誇 接著在旁邊呢把它的電源給接上 那它算是一款電競路由器嗎 簡單上來講我覺得應該是 畢竟你看它的紅黑要素 以及它整體的設計感來講 的確是滿有電競風的 那我現在把它的電源給打開 我們看一下它這邊會不會亮 正常來說 喔對 最上方這邊的燈會發亮 然後它的上下面呢 都有非常大面積的開孔散熱 這邊就特寫一個鏡頭給大家看一下 再我們仔細看一看這個機身的周邊 機身前方安排了三個實體的按鈕 分別是WPS配對按鈕 Wi-Fi無線網路開關 還有LED指示燈開關 機身右側則有一個USB3.0的連接布 另外一個則是Type-C 那在後方RJ45的有線網路孔呢 一個LAN部最高可以支援2.5Gbps 8個LAN部最高可以支援到1Gbps 其中LAN2和LAN3支援連路聚合功能 可以合併多條網路來擴充頻寬 針對NAS需求或擴充性考量等等的高速傳輸應用 在外觀看完之後呢 接著來介紹一下X100001的特色 為什麼要命名成X100001呢 因為它使用目前全新的Wi-Fi6協議 提供最高速度可以高達10756Mbps 同時它擁有OFDMA技術 什麼是OFDMA呢? 簡單來說就是讓一條通道可以同時傳輸每台裝置資料 還有搭配MuMIMO技術 讓路由器與多個配備同時進行數據傳輸 縮短各個設備等待信號的時間 X100001搭載了4核心CPU和3個協同處理器 以及1Gbps的記憶體來處理這些複雜的運算和應用 其中還具備了DFS自動拓展頻道 讓遊戲在進行時不會受到其他應用的干擾 我知道有很多觀眾聽到我講到這些東西的時候就開始昏腦 那我簡單來講就是 如果哪一天你在刀劍神魚遇到童骨核人的時候 他準備放出星爆氣球展對付你時 捏刀已經砍到他了 也就是比快還要更快 來得快最快的那一種 講了這麼多接著就是要來實際操作一下 簡單安裝完畢之後 這裡搭配TP-Link出的Tether App來進行路由器設定 步驟超級簡單一直按下一步就好 設定完畢之後進入AX100001的專用介面 可以看到正在使用的設備 接著馬上測速一下 我家的網路速度是下載100MBps 上傳40MBps 連續測試幾次之後速度非常穩定 在家庭照護的功能 有著未成年少年最痛恨的監護功能 除了不該看的動作片以外 還能自訂APP或是網頁連結以及時間管理 畢竟家家有本難捏的金 這個功能的設計師想必非常貼心 各種狀況都已經想到了 接著還有防毒功能來保護設備以免重點 最後就是我最喜歡的QoS功能 能夠把自己想要的功能設為優先處理 操作也夠方便 當然除了APP也有網頁版可以進行設定操作 那AX100001有針對47款遊戲做優化 接下來用英雄聯盟來做測試 這邊搭配SpeedTest來擾亂PIN值 因為測速的網站會在短時間內製造大量的流量 此時遊戲的PIN值就會顯得時好時壞 在遊戲加速器未開啟的狀況下 遊戲內右上角的PIN值就開始亂飄 人物操作也能感到些許的遲鈍 連曾經不知道是英雄聯盟Typh 從後面數來第幾大傑神的我來說 要殺個電腦的阿姆姆都相當的困難 雖然最後還是殺到了啦 接著把路由器設備優先打開 再把遊戲加速器給打開 同時再用SpeedTest進行擾亂 因為遊戲風暴傳輸優先權較高 PIN值表現就會相對穩定降低延遲產生 不過看到蛇女和阿姆姆同時出現的時候 在說好一挑一才是真人道的情況之下 還是選擇了先行撤退的戰術 絕對不是怕被電腦殺死 那影片最後呢我就來說一下 為什麼我要在這個2020年初 來買這個AX1100的路由器 首先第一點就是買未來性 雖然我現在手邊的Wi-Fi6設備並不多 但我個人覺得這應該算是趨勢 而且家裡的3C裝置也會不斷的更新還有新增 這個古人說過一句話 早買早享受先買就對了 而且我之後應該也會架設這個NAS系統 那如果有NAS系統的廠商 另外還有我最常用的這個QOS功能 沒辦法這個開直播還有我們上傳這個影片 要求就是這個穩定性 而且家裡面大大小小又都在使用網路 所以這個功能對我來說相對非常方便 當然這次的開箱影片也是拍給各位參考 你也可以依照自己不同的需求還有預算去做選擇 像是TP-Link的AX6000、AX50還有AX10 都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到我的FB以及IG 按下個追蹤 還有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那我們就在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有時候沒有按下個追蹤 我們都在做什麼 ?